我们再来关注墨西哥地震 墨西哥19号发生了7.1级强震 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上升到了307人 就在搜救工作继续进行的时候 距离19号强震镇中不远的 墨西哥瓦哈卡州近海地区 23号又发生了6.1级地震 清晨雾气未散 警报突然拉响 惊魂未定的墨西哥人顾不上整理衣装 携家带口匆忙逃向空旷地带 墨西哥东南部的瓦哈卡州近海地区 发生6.1级地震 震源深度75公里 地震造成当地部分建筑物倒塌 通讯信号受到影响 由于此次地震震中 与19号7.1级强震的震中相距不远 墨西哥城也拉响了地震警报 我们在搜索预测证 我们正在转移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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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幸墨西哥城震感不算强烈 不过受新地震影响 墨西哥部分地震灾区 搜救工作一度暂停 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